繼續談一談,快狗打車,2246 Timothy就問,約到這樣代表什麼呢? 21.5招股,上個星期首日掛牌跌完之後 今早在下跌3%的,代表什麼呢? 代表什麼呢?我會覺得就是剛剛我們在說 其實市場不是真的那麼好 但如果你單看,今天升四百多點 所以市寬現在不是真的闊得很厲害 那在潛水,甚至上星期五市場一開始開市 那時候見過不用潛水,市場是有衝勁的 但問題就是當穿了IPO價 就出了一些人踩人下跌事件 所以代表什麼,其實現在市況沒有去到一個完全好轉的狀況 你不要純粹因為指數升四百點就覺得很亢奮 純粹在某些股份上借著某些因素 市場有衝勁,最壞是一意過的那些科技 或者醫藥股上面是炒起來夾高的指數 所以你問我代表什麼? 代表著市況未完全100%好轉 至於快狗打車代表著什麼? 那個股值市場可能大家都還是嫌貴 或者說穿完招股價的時候 大家一刻會人心惶惶 擔心它有個很深的潛水空間 那怎樣暴處? 假設你有貨,上星期五又不知死不走的時候 沒有的,不斷地推高自己的指示位 所以在那一刻就是今天的低位15.8的水平 無法爭取,這些股份是難炒的 甚至你在炒價角度上 這些位置賣15.8做指示 它可能會彈一成左右,是有機會 所以問題就是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炒這些股份 在說的是你一樣 我們暫時覺得市況未適合到賣這些股份 不斷地坐下沒事去搏 OK, huh?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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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